拥有95年历史的华联县高尔夫俱乐部 是全国第二座日志时期设立的高尔夫球场 而球场内有一座限定的古迹 教育小组进行业务的考察时表示 希望华联县府教育处与文化局 能够共同将限定古迹活化 也希望限定古迹在修缮完成之后 能够有更明确的使用方向与运用规划 华联港高尔夫球俱乐部 隐身在华联高尔夫球场 至今已有95年的历史 墙面为钢筋虎泥土结构 屋顶为木横架 圆铺钢瓦建筑线条多为圆形曲线 在二次大战时还充当为日军的指挥部 是全台第二座仅存的日志时期 有关高尔夫球相关的建筑物 你刚才有提到 就是跟我们跟教育处这边很像联系 那再来就跟高时期的这边也要有一种默契 要不然你规划会OK 规划会下来的 你到处去增弃 那你经过动成三五千万 两三千万 那以后的管理是要辅助的 那今天教育小组 我们跟郑乾隆议员 韩宁梅议员 还有胡仁顺议员 一同到了我们高尔夫球场 来做相关的一个实地勘察 我们知道在球场内有一座限定古迹 那美轮高尔夫球场也将近百年的历史 是全台湾第二座的一个高尔夫球场 那我们也希望文化局跟教育处 共同来维护这个球场的历史之外 也希望在百年的一个时间要到的时候 可以来做相关的一个庆典活动 那也希望这一栋建筑物未来修缮后的使用跟方向 也能够有更明确的一个规划 那在此后我们专案小组 议会的小组里面也做了相关的一个讨论 未来会持续在议会里面针对这些问题 给予花莲县政府更多的一个建议跟想法 花莲高尔夫球场的土地 隶属于国有财产署 花莲县政府委外经营 而花莲港高尔夫球俱乐部 一直作为仓库来使用 之前一度因为经营者积欠营业税 显招法拍 引起花莲文史工作者以及议员的关切 花莲县议会教育小组更希望 花莲县政府文化局以及教育处 能够有更明确的规划 来使用这历史建筑 记者凌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 花莲市采访报道